大家好,我是洛洛,欢迎收看我的生存故事第十八集 公主,想什么呢?来来来,看灯看灯 好看吧,为难弄这么几个灯啊,我可是想尽的法子就只差撒泼打滚呢 哈哈哈哈,说的跟真的是的,谁能让一国成像撒泼打滚呢 唉,这世上不是有个叫宁萌的货吗?老夫这一辈子啊,算是栽在他手里喽 别说他啦,公主,你要开心点,别愁眉苦脸的 哼,你还好意思说呢,说,你们为什么要瞒着我 哎呀呀,你看看我这张尘尸的脸,哪像个骗子啦 哼,我看哪哪都像骗子,我再也不相信你了,哼 我得想个法子,逼他们说出来才行 公主,发生什么事啦,看你满脸不高兴的样子 反正你们谁都不告诉我皇宫里发生了什么事,没事,我自己想 哎,公主,你这是要去哪儿啦 挖个坑,把自己埋了,谁都不要打扰我,等我想明白了就出来了 那,那你什么时候才能想明白呀 不知道啊,也许十天半个月,也许三年五年,或许一辈子 公主,别闹了,快出来吧,饿瘦了就不漂亮啦 二长老,我是认真的,你看,你们又不告诉我真相 我呢,没有传送门又回不去 所以呀,我就闭个关,没转我就想明白了呢 你放心吧,我在这儿好着呢 寂寞的话,我就打点火把,立马就有小怪来陪我聊天了 饿懒的话,就当是减肥了 不用管我,你们忙你们自己的事去吧 公主,你想多啦,皇宫你真没事 对对对,真没事,没事 哎,陈相,你们挤在这里干什么 哎,公主自闭啦 公主可能知道那些什么,你劝劝她吧 公主,发生什么事啦 陈来了,你告诉陈,陈帮你解决 大长老,我就问你一句话 我们出来的那一天,父皇跟你们商量什么事情 公主,你还是出来啦再说吧 憋坏了可怎么好 哎,你们,哎,算了 大长老,你能不骗我吗 你放心,大长老从来不骗人,对吧,大长老 公主,你还小,有些事情还是不要知道的好 这么说来,皇宫果然出事了 连房府大阵都开启了 是不是魔龙快冲破封印了 那父皇母后呢,他们怎么样啦 姐姐,你一定饿了 你先吃点东西吧 这个粽子可好吃啦 不吃不吃,你们快告诉我 父皇魔龙到底怎么样啦 姐姐,你还是吃了吧 如果你饿病了,就没有人带领我们打魔龙 是吧,不得胡说 算了,二长老,还是告诉他吧,瞒不住了 说呀,你们快说呀 公主,皇族已经只剩下你一个人了 等等,快对皇族啊 等等,你们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懂呢 公主,就在我们出来的那一天,魔龙冲破了封印 我们在地心的家园全部被毁,人员伤亡惨重 皇上为了批免生命涂炭,先自带着皇后和六个皇子 一场恶战之后,再次将魔龙封印 但是他们,他们 他们怎么了,我们不是赢了吗,他们去了哪里 公主,他们再也回不来了 一场大战,让他们身负重伤,为了封印魔龙,他们动了灵魂之力 肉身,肉身已经死了 死了,你说他们全都死了 从现在起,我没了父亲,也没了母亲 我是个孤儿了,是不是 你是说,人就是暂时太平 是我们皇族八条人命换来的,是不是 公主,公主,你怎么了,公主 公主,公主,公主晕倒了,快来抢救,淫宝 快快,先让开 可怜的孩子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全力抢救公主 别忘了关注频对书三家点赞呢 拜拜,我们下期再见